这些明星的发质是真好 还是戴了假发套 最近66岁的刘晓庆 在某平台大秀自己的书法 网友却被她的头发吸引了注意力 这头发浓密的 都看不到发疯了 连头皮都没有 有光泽却不真实 难道她戴了假发套 在她平时的动态里也可以看到 虽然她的眼角脖子都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脸还微微发福了 但她的头发始终很蓬松茂密 难道明星显老都不包括头发吗 67岁的赵雅芝 她的状态看起来也像个小仙女 头发也浓密到看不到发疯 单看被咬 说她只有二十我都信呢 但赵雅芝在节目里还是暴露了 十几经销和磨皮后 她的脸和脖子也有很多岁月的痕迹 红毯上的状态 跟精修图的状态差别也很大 唯一不变的只有那头乌黑浓密的秀发 别看刘晓庆和赵雅芝60多了 才疑似戴假发 其实这些中青年演员也有疑似戴假发的时候 48岁的何炯 虽然大家总说她是不老男神 她在舞台上也很青春活力 头发冒灭 但她在向往脸却疑似秃顶了 仔细看她的头顶 会发现她顶上的头发很稀疏 头皮清晰可见 但再看看她的重点 哎 头发又冒灭回来了 当何炯把头盯下时 又可以看见 她头发中间有一条分割线 莫非是假发和真发的线 其实何炯早就说过 自己秃顶一事 我已经五年前 五年前我就已经秃了 难怪那时就头发没有很多 然后突然间就变了那么多 五年前就秃了 所以她后面都是戴了头套 而34岁的黄晓明 跟何炯也有相同的困扰 虽然她的头发看起来挺多 但在综艺里 刚大的头发被汗水浸湿 粘在一起后 这头皮也不要太明显 在另一档综艺里 又没开二度 小明哥 假发不要顾头不顾尾哦 赵丽颖刚产后复出那会儿 就被网友发现发际线稀疏了 她在某直播中 也被网友质疑戴了假发片 头顶后面那撮头发 隆起得很明显 颜色也不同 而在这档综艺里 赵丽颖的发量却又多得惊人 同样都是满花辫 赵丽颖的面子 却比李浩飞的粗好几倍 头发也茂密到看不到发际线 跟头发斗智斗勇的 还有居静一 虽然现在的她 有着一头乌黑浓密 还看不到发疯的头发 但在她以前的照片里 她的发量看起来也不对 同肯发型 不同时期的发量对比 变化也很明显 可居静一却在节目里说 自己发量多是遗传 想问居宝的头发为什么这么多 遗传吧 这不打脸吗 但也有的明星非常直接 承认了自己发量增多 消失到了假发套或假发片 比如baby 她在节目里因为发型太乱 不好整理 居然直接薅下了头顶的假发片脸 蔡徐坤都惊呆了 杨朝月在节目中爬长城时 也暗戳戳地从头上取下了好几个假发片 杨迪惊呆了 你咋意 爬到长城 爬脱发了 快点爬脱发了 杨朝月直眼 是头发太重了 影响了她爬长城 同样耿直 还有周杰琼 她在一个综艺里 由于练武太累了 也直接从头上 毫了四五个假发片出来 对不起我坦白了 我受不了了 不行太热了你知道吗 原本茂咪的头发 一下就变得清清爽爽了 但颜值还是在线的 不过最令人诧异的 还得是魏大勋啊 虽然她平时是俊朗帅气的 韩世欧巴造型 但这个造型居然也是假的 在这档综艺里 当她打赌输了 需要摘掉假发时 她的真实颜值 就暴露在大众面前了 虽然也有头发 但怎么有种 买家秀和卖家秀的感觉呢 别请以上这些主动摘假发的明星 另外几位被动掉假发片的明星 就更滑稽了 彭于畅正在这档综艺里 展示她的解压小礼物 下一秒 当她取下头上的袋子时 她这一撮假发片就翘了起来 韩美娟跟孟佳直播时 两人正在悠闲地喝着咖啡 没想到韩美娟只是低了个头 她额头上的假发片就掉下来了 还有女演员行飞 她去走红毯时 贴着裙摆切文明后 本该摆个美美的造型好好拍照的 但她撩了一下头发后 这撮不懂事的假发片就掉了下来 她只能捡起假发片继续拍照 但最尴尬的嗨的是这位 叫染高明的选手 她在跟人辩论时 由于太过激动 头顶的假发片脸居然就翻了 杨幂都惊讶了 刚刚那个是那一瞬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因为我那个假刘海没固定了 这位选手也挺淡调 后面还直接把假发联翻起给大家看 节目组也很配合她 还给她做了个鬼畜 没想到 跟假发片有不解之缘的明星还挺多 但为了给观众带来更好的印象 适当的包装一下也是可以的 别想人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嘛 我是小方 下期再见